老公,你剛才的表嫂他真的很憔悴 我媽查清楚 把消息報給他這些人真的是表嫂 結果他還害我給阿嬤嗎 怕你我為了你,還說我媽不開心 你剛才我怕你真的很委屈 對 事情不是要像你說的這樣 還是只說一遍而已 這什麼意思 他是不是對表嫂起腳盪手 那是因為他太小鬼 這件事破壞到已經很爽了 他想要放小事給他吃 他這樣打破我們家的名牌 講不定他自己的腳是他 但是你有更大的不安 你也不能對他出手 他也有力 老婆,你先當手就是不對 誰跟你說這些事 表嫂去找他,是嗎 不是啦 是我聽說你媽又跑來 所以我去問二嫂的 所有二嫂說都是我不對,是嗎 那一種事,二嫂是公平的 他自己把我發生的事說我知道而已 這位又說回來 你怎麼這麼囂張 想像中不能有二嫂處理事的地位 一定要把整間主婦這樣亂吵吵 我也想像你說這些事 老婆說你真的認為我不好 怎麼你去找外人啊 你又來啊 不是啦 你剛才的事就不能好好說道理啊 是嗎 沒有說道理的事 表嫂去出門我還要逃出 我想起說有什麼不對 我已經有夠威懇了 我為什麼還要站在這裡聽你說道理啊 我這樣是為你好啊 你如果真是為我好 我這樣你給他聽我 你給他聽我出口 不是在這裡教死我 你怎麼知道你怎麼這麼說 我真是路上有力道一不解人 你是怎麼這麼囂張 看不到就想想說都說不聽 你如果不可以好得到你自己 雖然會殺鬼了 我不要聽... 我真的就有我給你耶 你不要一支支揮的 誰來賣說 你怎麼知道你會說什麼 我知道 你怎麼說的是事 好 好 我一定會 我們家有我們家的規矩 你要拿以前 你在我們家大小小的屁股來吃 你要等我們家 你說的 你就不要協會 你就不要協會 希望更多一點 走就走 為什麼要我去呀